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情深埋在心底吧 我想告诉你 我也想请你相信 我们这个家庭不保守 也不守旧 更不会带有任何的偏见 既然贵真愿意 把他嫁给你 我们也是放心的 只希望你们两个婚后 能够幸福 恩爱 日子嘛 会一天天地好起来的 谢谢伯父的理解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地 照顾好贵真的 贵真这孩子呀 从小就娇生怪养的 也没吃过什么苦 将来嫁过去了 还请宋牧师多担待 既然我要娶贵真做妻子 我一定要把他视为珍宝 小心呵护 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 那我就放心了 从今以后 这个不懂事的丫头 就托付给你了 差点 快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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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距离 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嘛 恭喜岳父岳母大人 密德加叙啊 快 喝茶 喝茶 谢谢 谢谢你 随意 不要客气 给二妹道喜啦 给二姐道喜啦 你娘同意了 再也没有比这个 更顺利的了 爹娘啊 这一百个满意 这就叫啊 有情人终成眷属 爹娘就是恨不得 快点把我嫁出去 这得了便宜 还卖上乖了 你也不赶快谢谢 我这当姐姐的呀 多谢姐姐和姐夫的成全 这还差不多 二姐 你穿这身衣装真好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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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 娘啊 为了你二姐这身衣服 把全上海最好的绣工都请来了 专列 恭喜啊 好 谢谢 谢谢 景中啊 我们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 娘啊 二姐穿这么好看的衣装 不上花轿实在是太可惜了 是啊 本来也是有这个打算 让你姐夫骑马 让你二姐做花轿 可这个主意让你爹给改了 我也是尊重了耀儒的意义啊 也就是按照基督教的规矩 把仪式放在教堂之处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这事我跟桂贞商量过了 她也同意 其实啊 你娘也是赞同的 谢谢娘 谢谢爹 只是有一处到现在 她还想尊重老脸啊 娘 哪一处啊 我是说呀 去教堂举办婚礼 你爹一个人去就好 我呢 还是待在家里 等你和查理回门的日子 按照西方的习惯 其实您老人家 也可以参加婚礼的 查理就不要勉强他了 还是遵循他的心愿吧 查理 既然母亲大人 想遵循旧礼不去教堂 你们两个人就在这儿 给爹妈磕个头 算了 算了 还是少了这些 凡门乳节吧 爹 爹 要点 要点 这样 怎么说 你们俩也得行个大理 那是 行个礼 行个礼 来 来 来 爹 娘 阿姨 这是 你 你 我 你 这是 我们 不能 宋妖如先生 你是否愿意 娶妮贵珍小姐为妻 按照圣经的教训 与她同住 在神的面前 和她结为一体 爱她 安慰她 尊重她 保护她 像爱自己一样 无论生病或是健康 富有或是贫穷 都始终忠于她 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我愿意 逆贵珍小姐 你是否愿意 嫁给宋妖如先生的亲 按照圣经的教训 与她同住 在神的面前 和她结为一体 爱她 安慰她 尊重她 保护她 像你爱自己一样 无论是生病 还是健康 富贵或是贫穷 你都始终忠于她 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我愿意 好 我以基督的名义 宣布你们结为夫妻 贵珍 人生总会有很多的缺点 甚至是错误 我犯的错误 也许不比别人少 但是今天 我做了人生中 最对的一件事 那就是娶了你 你现在可以闻你的新娘吗 查理眼中闪烁着泪花 他让我不安的脚步 终于可以停歇了 他不同寻常的真诚表白 是为我摆设的 生命的盛宴 当众深深的吻 不会让我哀愁 而是幸福 从来没有过的幸福 和客 查理 你可来了 终于见到你了 小心点啊 来来来 我帮你 新婚快乐 谢谢 你看起来不错嘛 你看起来也不错啊 你已经习惯当一个中国人了 你看 松江离这里很近 我们见面很容易了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我再也不会孤单了 怎么会 你有妻子还会孤单 难道他对你冷漠吗 你说什么呀 我们很相爱的 但这是男人之间的交流 我现在需要的是男人的力量 我们是好兄弟 谢谢 这事 有幸福 我们要求是 带这事 到底想要他 阿老师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那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这 这 查理 今年难民怎么那么丢 我在松江每天都能看到 黄河绝口 一切钱人 他们都是从河南和安徽过来的 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苦了 怎么会这样 贵真 客人来了 贵真 我来介绍一下 你好 这位是我太太贵真 她就是我常常提起的伯克牧师 很高兴见到你 宋太太 见到你我也很高兴伯克牧师 我没有打扰你们 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为了你的到来啊 贵真都忙了一整天了 快请进吧 请进 好 好 今天吃西餐吗 你一定很久没有吃西餐了 我们让你回备一下家乡的味道 这可是我梦梦以求的 真是辛苦你了 宋太太 把中国人的客套话收起来 我们家的大门永远向您敞开 对对对 谢谢 查理 你们先聊 我去厨房收拾一下 好 你也取了一个闲内住 你也取了一个闲内住 赶快赔客人去 花多少钱 一点肉能花多少钱啊 别在这儿还说还要 回去吧 你是不是又拿东西去挡了 没有 这两个月花得少嘛 所以就攒下了一些钱 哎 你能比身译鬼的好吗 快去快去快去 快去啊 你知道了 你一心慌 话就特别多 哎 怎么了 ,哎,怎么了,不舒服吗 啊,没事吧 啊 啊 没事啊 我下午去镇上 解狼中把了卖了 你生病了 不是病 那 学习 傻瓜 习 小的时候 你怀孕了 我太高兴了 我要点爸爸了 你激动什么呀 还早着呢 你太胖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太伟大了 牛排 博客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要当爸爸了 恭喜你 查理 恭喜你 谢谢 恭喜 我们开始 都几点了 看好了 看好了 今日比价 这一天一个下 天天长得死 还让不让人活了呀 好啊 活了呀 好 瑞珍 回来了 过来看看 我做得怎么样 好看吗 挺好看的 你家又长了 再这样下去 连大米都吃不起了 今天不是闹水灾了吗 收成不好 凉价肯定要上涨的 别多想啊 好 这不是你的衣服吗 怎么了 不穿了吗 我还有别的衣服 正好 我可以把这件 改做去件小衣裳 看我的手艺怎么样 还不错吧 给 给 对不起 对不起 月晨 让你跟着我受苦吗 我不觉得苦 我愿意 宋牧师 宋牧师 快看门的宋牧师 我是阿根 快看门的宋牧师 宋牧师 阿根 你怎么来了 宋牧师 你老摸似的 爹地怎么了 他昨晚发病 晕倒了 快点 晕倒 月琪 现在情况怎么样 不大好 你俩夫人 让你们赶紧回家 收拾行李 马上回事 爹 爹 他 走 爹 来 来 贵臣 贵臣 �� pig 小妃 贵人 阿姨 起来吧 孩子 起来 起来吧 慢点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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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小家伙踢了我一脚 赶紧扶你姐上楼梯去 对 休息一会儿 先上去吧 赶紧扶上去 来 慢点 我们陪你 别担心 别担心 说错就走吧 真是世事难料 喂 查理 看样子 贵针也快升了吧 一展期是下个月中学 我正被这个事发愁呢 愁 怎么 你薪水还没涨呢 涨了 涨了三美元 对 跟上涨的乌家一抵消 还不如以前的 我真不喜欢 整天为钱发愁的日子 这样 这些钱你先拿去 熬到了月底再说 还有我的 不多 这钱我不能用 我用贵针的钱 已经觉得很惭愧了 现在还用你们的钱 我成什么人 你听我说 拿着 救急不救穷 这个钱你就当是我们借你的 等你宽松了 再还我们 张立 你跟我们两个 还客气什么吧 就是 拿着 那好 谢谢了 姐夫 姐夫 二姐突然喊肚子疼 恐怕是要生了 赶紧送医院 来不及了 大姐夫 妈说了 让你赶紧把林家的产坡 紧过来 好好好 放心啊 迟到 快快快啊 什么产坡 就是西方肤染医生 深呼吸 深呼吸 快倒点水来 倒点水 快看来了没有 来了来了 快快快 来了 别慌别慌 别慌别慌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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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我看看 你们赶紧准备热水去 好好快去 仁慈的杖地 请求你 护佑我的妻子 让她免受太多的痛苦吧 阿门 你 差点 差点 你听 恭喜你当爹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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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生命去了 一个新生命便提前来了 这似乎不是巧合 我们只能感恩 这奇迹般的安排 这是上帝次给我们的礼物 你说 我们应该给他 几个什么名字还好 查理 我们就叫他爱玲吧 好了 慧枝 谢谢你 好了 艾琳 都好几天了 还是一点奶水都没有 这样下去怎么办啊 这样下去怎么办啊 要请买娘了 对啊 这小家伙 一喝牛奶的兔 总是为米汤也不喜欢 孩子需要充足的营养 请跟奶娘要花很多钱吧 真是窝露偏逢连漪 都怪我没 这怎么怪你呢 你的身体太虚弱了 别担心 我来想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你就别管了 你只管放宽心 好好在家里带回家 好好好 来 洗碗碗的 乖 艾琳乖 这表是珍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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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豪表 我们现在就去水晶 跟您商量采用这点事 怎么办 我们千万点错过 好的 谢谢 去谁大会 好 锦伦 石锦伦 我阿虎啊 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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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见面了 真是你 见到你太高兴了 走 我请你吃饭去 好 对不起 飞兰先生 我遇上个老朋友 不好意思啊 没问题 再见 再见 走 好 来来来 阿虎 见到你可真高兴 高兴高兴高兴 对对 随随意 干了干了 好 好 干了 谢谢 谢谢 吉隆啊 快说说 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我回广东老家待了几年 觉得闷了就来上海 如今啊 我在给一家美国出版商做买办 你来上海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你又上周和文秉忠都在上海呢 你也知道 当年啊 我是被遣送回国的 怕前来老同学 一直四处漂泊 一个人单打独斗冠 你呢 传教生活还适应吗 还好 我现在靠典当过日子 不过 我当爸爸了 来来来 那更得恭喜你了 谢谢 谢谢 干了 多了一个孩子 可薪水呢没涨多少 不好意思 一件片子跟你提这些 是啊 养个孩子是挺不容易的 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些兼职来做呢 那不行 我是一个全职牧师 如果要为别人工作的话 除非退出不导团 那也是 来 吃 好好好 对了 有一份工作 可能会很适合你 嗯 什么工作 推销圣经 怎么样 这 这推销圣经 对呀 前几天啊 我去美华圣经会办理业务 他们刚好发行了 几个新版本的圣经 想找经纪人代为推销 美华圣经会 对 我听说过啊 对啊 我们卫理工会 也是向他们购买圣经的 这份工作 既简单又紫 只需要按照 推销圣经的数量 提成就行 其他没有任何限制 怎么样 感兴趣吗 听起来好像不错 你看 你是牧师 熟悉教会的一切是 有你去推销圣经 别人 就多添了一份信了 这正是你的优势 对呀 那麻烦你 能够找时间 帮我引荐一下吧 还跟我说这个 没问题 太好了 我们改天 把牛上周和文明中 都约出来 我们去去 好吧 好啊 好啊 来 来 今天喝太多了 小金 我回来了 好妈咪 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 我有新工作了 新工作 你要去别的地方工作了 不 是一份兼职 卖圣经 卖圣经 这个 你拿去 赶紧请个奶妈吧 你哪儿来了呀 这么多钱 别问这么多了 反正不是偷的 也不是抢的 贵圣 你要相信我 我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看你激动 从今以后 我一定要让你 和女儿 快快乐乐的生活 永远不会被 钱的事发愁 这儿令 我只希望我们在一起 能平平安安的 就可以了 钱多钱少都没关系 再说 我也不想让你那么辛苦 我一定要给女儿 一个无忧无欲的童年 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 把她精心培养成人 成为中国最杰出的女性 生个女儿就这么大志气了 要生个儿子 还不知道怎么样嘛 女儿怎么了 女性占世界人口的一半 女人还肩负着 生儿育女的责任 一个母亲的品质 会影响到整个家庭 可以这么说 培养一个杰出的女儿 就等于培养一个家庭 女性的影响力 甚至要大过男人 对了 贵真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百个孩子 其中有一个 可以成为超人式的天才 还不需要太多 就一个 那我们中国 不就能有四百万个超人吗 这样我们中国 不就得救了吗 所以我说啊 培养孩子 就等于培养中国的未来 这就是我宋耀儒的 育儿就不论 看你激动兴奋的样子 不是 我说的是真的 快走 哭了 哭了 小爱妮 爸爸抱啊 爸爸抱不哭 来哭了 不哭了 哭了 爹大 Restaur sigma 哭了 哭了 咱哟 来看看妈咪 这种精装版的 又是文言吗 这老百姓 别说让他看 就是念给他听 他也不一定能听得懂 而且 这一本 要三美元 这价格太好贵了 其实我 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算你送给老百姓 他也不一定能看得懂 能买得起的知识分子 又有几个呢 所以我总感觉 这种版本有点浪费 这个倒是白话 可是价钱 老百姓也望尘莫及啊 对 说到底 价格问题才是最重要 姓 你这各种呢 我先留二十份 马上就要开学了 会有学生需要的 太感谢你了 曹副事 别那么客气了 这原本也是我分内的事 你现在 只代理推销圣经吗 有没有其他的教科书之类的 没有 我也是刚刚做这一行 没多久 就是想 补贴家用罢了 书院现在的规模越来越大 教科书的需求量 也逐年抵增 如果你要代理这方面的话 我倒可以帮你吧 对啊 现在各地大办新式学堂 教科书的需求 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是啊 你想想啊 广州上海需要多少 没错 好 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这么晚还跑出来啊 出什么事了 贵臣 我要做一件大事 你要做什么大事啊 别吓唬我 我要办一所印书馆 你怎么突发奇想 要办印书馆了 不是突发奇想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到这边来 我跟你说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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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想好了 我的印书馆第一笔业务 就是要用中国最便宜的纸账 购用本地的工人 采用最先进的西方印刷数 这样做成本就会大大降低 这种版本的书籍 让谁都能买得起 他所面对的 是中国最贫穷的老百姓 难道这不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事业吗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倒是挺好 可是要想把印书馆开起来 需要很多钱的 对 我已经考虑过了 我可以给卡尔父亲写信 请他帮忙 我相信他会帮忙的 如果他能借钱给我的话 我再委托保罗 让他帮忙选购印刷机 他在威尔明顿有印刷厂 这些对他来说最熟悉不过了 贵阵 您知道吗 这只是计划的第一步 我更大的计划 是要印刷教科书 印教科书 我不是不赞成你办印书馆 可你的传教师也怎么办 这两件事情要是不能兼顾呢 如今新学教育 蒸蒸日上 印刷教科书 会是前途无量的事业 贵阵 当西方文化来到中国的时候 肯定会水土不服 那是因为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 所以我想试着把这两种文化融汇在一起 贵阵 请相信我 我的判断不会错 好 你既然想好了 就去做吧 不用拘据我的想法 我们是夫妻 我做的任何事情 都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如果你觉得这么做风险太大 或者你不喜欢我做这些 我会重新考虑的 查理 只要是你的决定 都有你的道理 我支持你 只是我觉得 你的这个事情要想做起来 会是很困难的 如果我离开了林乐之博士的那个教会机构 成为一个自由的传教者 这样我就有更多的空间了 只要我经理允许 我就能够做这些我喜欢的事情 贵阵 你知道的 我真的好希望 能为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做得更多 我只希望你能把你的这些想法 跟李博士再好好商量一下 放心吧 我一定会的 你真是这么计划的 我确实有这个想法 但是 我也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不会把我的意愿强加于人 只是我想提醒你 也有一些传教士 不愿意受制约 希望能够自由地完成牧道工作 尽管他们都很努力 但因为游离于教会之外 总会遇到很多麻烦 这一点你要想清楚 我明白 博士 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我理解你 那你就领不到薪水了 这个我知道 好吧 既然你已经想好了 我会尊重你的决定 谢谢 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 谢谢